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罗杰 然後我來自亞太區 在玩一些類似遊戲王的直拍遊戲 然後後來接觸之後我發現 自己玩得不錯 然後就一直慢慢玩慢慢玩 時間久而久之 直到現在這樣了 對 也沒有說特別的什麼 就其實我一開始玩爐石 是因為那個朋友介紹 然後我小時候其實就 就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跟朋友一起玩爐石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然後因為我們可以互相討論 然後我們也可以互相進步 每次的比賽就可以一起作戰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一直往下走的很大的關鍵 我想就是 因為我這個比賽其實 就是不光我自己準備 還有我一些朋友 我希望 因為他們也有一起努力過這個比賽 然後我希望 我可以把他們的那份也一起努力起來 就是其實有那麼多人支持我 玩遊戲的風格 我覺得是不會的 就知道自己有那麼多人支持我 然後我會那個啊 更加努力 然後更希望能發揮好自己的實力 然後拿到好成績 我覺得就是 也沒有說想要藉由這個比賽來證明自己 因為我覺得 就算贏或者是輸 就是也沒有辦法就是 就讓大家有別的就是 其他的改變 但我覺得就是我希望我能發揮我最好的實力 然後這樣我覺得就已經很足夠了 好 歡迎回來 欸 羅傑的是完全沒更新的 在這邊聽這一段 一份多鐘很開心的觀眾朋友們肯定昨天沒看 對 肯定是沒看的 誰在那邊亂刷一通的 對 啊我這邊要先澄清 我非常喜歡小王爺 這句話絕對是真心的 但是我還是想要開個玩笑 對不對 就是小王爺跟他講的那一番話 真的很有道理啊 但是我覺得 對 遠蘇薩這套卡組吧 我覺得是很強的 但是我沒帶 對 那你這樣跟Definition有什麼樣 獵人大家都帶啊 15套 但是我 瘋嫩覺得獵人是裝格 但是我不帶什麼 那種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給我一個講講話的感覺 他 怎麼講 那時候不夠具備信心 他不敢 對 他不太敢 因為測試的不夠多 他不敢腳 我其實特別想要把這套 牧師換成薩滿的 對 然後那你還是拿來用了 那怎麼辦嘛 這樣子我圓不了了 對 現在很尷尬 對 內戰 難道要三把內戰嗎 這個內戰就 對 也不一定啊 反正這個內戰我只能說 看誰開比較好 這個真的就是 比較沒有過多的操作了 對 這個還有什麼操作 這就防一下尖笑 不要被刷太多進去 有時候刷太多也不錯 如果你手上有收藏器 那大概就長這樣 羅傑的是 四大天王 小王爺的是 四大天王 對啊 因為如果說 你講到還有一點東西講了 正常來講 那種 原始版本的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人家有多一個硬幣仔 對 多那顆硬幣就差非常多 也包含說莱拉在 你的combo沒有來之前 你還是可以去給對方一些 一定的壓力 嗯 但是四大天王是一定要等他combo來 但 OK 今天大家條件也都一樣 是 那 當你 的眼睛 瞇 就笑 當你 內戰的時候 四大天王的時候 是希望有生物呢 還是希望手上不要有生物 肯定是不要 不要有生物然後直接發現9 對不對 對直接手上去 直接一排 老實講不管在什麼對戰 永遠都是不要抽生物最棒 迅速 簡單粗暴 但是 這個東西就很尷尬 因為 你今天你不想要抽生物 但你又必須得抽牌 你才會有爆發嘛 是 對啊 小王爺這個手牌 這個手牌 牛逼 強拍 牛逼 基本上大家就是 剛剛倒杯水的 去上廁所 現在差不多回來坐下 觀看我們這場比賽 非常的是時候 是的 你看差不多大概六七回的時候遊戲開始嘛 對 對不對 現在差不多就已經揭開序幕了 哇 找兩次 找不到 有點尷尬 這樣小王爺也將陷入極大的優勢 呃 他想拿復活就是搭配那個暗影精華 對他現在只能走這條路了 他走不了久的那條路 除非直接自摩 對 除非直接自摩 他走這樣也還不錯啊 走這樣也至少可以給檯面壓力 你同時 搞不好法術石來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疊法術石 可是小王爺這邊感覺 一個要聽要聽的 當然就是因為他藍龍在手上 這邊就是其實都很像 你藍龍在手上 你丟出來也有可能直接被洗進去 對 所以他在丟藍龍的時候也是 也是抖抖的 對 但他上面這邊就是 DPS就拿嘛 然後只要成功就 搞不好直接搞定 好那這邊只能加速綠牌了 加速綠牌 因為他兩張找都找掉了 先喝一口水壓壓驚 不過我發現一件事情 他好像沒有很害怕藍龍被洗 但藍龍被洗不就收藏技 直接開修 對阿對阿 所以我說小王爺這邊其實 又是紮 而且他甚至可以直接硬幣出出去 硬幣出出去下一回合 你解決掉 然後我就 因為我就對 而且可以強調的事情是 會再洗光火元素進去 對 所以這光火元素要不要讓他死 等一下要不要讓他死 你說自己的嗎 想那麼遠了嗎 現在 沒有現在尷尬的是 對方的我讓他死掉 可是我自己檯面上那個怎麼辦 你現在是站在誰的角度講話 沒有阿 就是 對方丟藍龍 這個小王爺丟藍龍嘛 對不對 那好那我是不是要 那正常來說 是不是正常會被尖銷 對 那你不想要尖銷 你自己的光火元素進去阿 可是你自殺不了 喔 了解了解 概念是這樣 所以說 待會就算你看他已經抽一光火了 待會九回也是可以直接準時做 甩牌 反正因為你的死不了嘛 一樣的話 對 再打一個暗影精華 哇 哇 哇 沒有什麼用耶 你罵我 我也是在罵我自己 OK 這裡我們真的是有母湯耶 那既然死不掉 不如就別死了 你知道我們A湯的地方是什麼嗎 我們洗進去給人家不痛不癢 我們去當被骨宅 有沒有 合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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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進去我們還好 我們現在只能這樣擋 不然怎麼辦 我們的功用就是洗進去 然後當被骨宅 對 沒有其他效率 所以他這邊肯定也不會走DK這條路嗎 我就 我這邊直接受不了 洗你自己這邊 沒有DK DK是個選擇 但硬幣真的太珍貴了 他應該要想還是想要零酒 然後被洗進去之後直接拖 哇 想要走暗影精華大復活這條路 結果 復活 空的 目的是乾淨的 而且我剛才本來也是想說 他如果中間有拿那個 就是 複製其實不錯 嗯 但結果他拉一個起力 那好吧 但我沒說 OK 那個念頭直接打消 是 硬幣跳久 嗯 就跳 先跳個藍龍 看你處理不處理嗎 你不處理我拉了一樣結束 你處理了我拉出來也是結束 基本上就是叫殺 你真的要滑壘極限救火就是藍龍丟完 因為你不管洗不洗都是一樣嘛 那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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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死了 嘿 小王爺的死了 嘿 所以小王爺裡面沒有光輝了 少一個 少一個 可是老實硬要講其實還是能拖啊 因為很簡單嘛 他等一下拉出來不是可以先打一個14滴嗎 嗯 然後後面這邊一定要回應我解牌 所以我相信你的回期的能力不會太高 合理嗎 嗯 那如果是醬的話 待會我是不是可以用4滴復活 然後再打一個震爆 是 其實都還要搞頭的 收藏嗎 醬有贏嗎 醬是不是不夠 醬有沒有贏 醬不夠啊 因為醬子 醬有沒有贏 10 -1是不是 醬是不是 醬夠夠夠夠夠 醬多少 醬子24再加上檯面2啊 醬是不是贏了 醬夠耶 是不是 你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低迷 懂牌 你幹嘛開玩笑啊 不是我一直在想完全 待會等下會發生什麼事 等一下好扯喔 你看一下這個手牌 我沒有想過是這種贏法 看一下這個手牌 這樣直接贏欸 我打過這個這麼多場 我沒有看過這種贏法 現在是不是看到了 合理 剛才還想說 他這樣要洗嗎 然後剛才說有沒有贏 你知道嗎 我還想說 要不要繼續 你是不是以為我在講小王也贏了 待會就想說 是不是要洗菌菌 然後一次被拖出來 那如果不行 直接來那個廢人對看 會是長什麼樣子 我一開始也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我發現 他手上的光會沒死 他手上怎麼三個傷害 然後對方因為剛剛 都沒有按天真去補自己的頭 所以是沒滿血的 所以也前面兩張按影精華有蹭到一些 是的 對 沒事沒事 哇這樣子 不是沒事不是沒事 小王也這樣很烈耶 很烈 很烈 這樣直接跑掉 這個數是打 打內戰可以打 打獵人可以打 就是打牧師不好打 然後牧師偏偏是小王也自己最爛的套牌 這樣子我壓力很大 沒有了就差不多啦 不好說啦 不好說是不是 都還 人人有機會啦 對 這樣我心態有點崩喔 好 好